OK Recording in progress So学生们 OK 在座各位高手 各位学生 各位战士们 OK 学生们 你们看一看 今天我们说假的东西 我try 我开cam 如果我一卡的话 可能我就关了 OK 我头发很慢 帅帅的脸蛋 来看你们 有下雨吗 你们那边 OK 你们的地区有没有下雨 我这边下雨 蛮大雨 我现在坐在外面 希望我的WiFi是强的 但是应该OK了 OK了 我觉得应该不错了 OK 来喝一口水 我们开始 Excuse me 那 说学生们 今天呢 就是要探讨一下历史 是关于到什么东西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 就是关于到马来西亚 我们那个年代的名字 我们叫做Tanamrayu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东西 就讲着马来西亚 而那个年代 我们是叫做Tanamrayu 这样你会问我 老师 今天是讲着关于到马来西亚的什么部分呢 OK 其实不难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关于到日本 OK 怎么样的去占领我们的这个Tanamrayu 还有他有怎么样本事去 在整个亚洲的地区那边呢 这么快的去占领 OK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所谓的3.4 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讲过了的 OK 3.4 他本身所需要的需求 就for整个ASEAN Pacific 然后他里面有讲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说他本身呢 有个东西是包括了这个 所谓的那个 Curple 1 因为日本那个年代呢 在百多年前呢 日本那个年代呢 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 一个工业的地区 OK 这个是说他们本身是一个很强大的 一个工业地区呢 所以他们做很多工厂 他们需要很多资源 这是那个年代 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日本的军队的影响 再加上你要记得 日本的那个时候的首相 他是一名将军 就是你要明白这东西啊 日本那时候的首相呢 他是一名将军 将军的理念跟普通首相的理念呢 是不一样的 将军理念是什么 占领 占领 占领越多土地 你所得到的尊重就越高 这个是那个年代 然后再一个点呢 我们要讲的东西这个 叫做Order Baharu Asia 他们要把他们阿西亚亚洲 改成一个新的秩序 什么新的秩序 就是日本的制度呢 他们是要干嘛 就是要对抗西方的 那个帝国主义 严格来说就是说 整个东南亚里面呢 不要只是有西方国家 反而要日本啊 这些所谓的东方国家的 那个所做的一些东西 这是三个原因 我重复 在整个阿西亚亚洲里面 第一个 第二个 他们的兵队的 第三个 第三就是Order Baharu Asia 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 继续地拉走的话 你可以看到下一个点 我把这个故事继续地拉走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点 当英国 当西方国家 知道 那个日本 有自己的目的的时候 他们就做了一个东西 叫做绝交 经济上的绝交 我重复 绝交 经济上的绝交 这上个礼拜我讲过 绝交的意思是说 Segatan Economy 他不要跟他做朋友 所有的日本的公司 在外国的公司 在英国的公司 在西方国家的公司 因为日本 他本身是很想去占领这么多地方 西方国家 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压他 这个叫打压他 跟他绝交在经济上的东西 那日本很不爽 日本很不爽的话 怎么样呢 他就直接 展开了他自己的 那个筹备 很久的计划 就占领 那个 Asia Pacific 可以吗 是因为 日本要去攻打 西方国家 就跟他绝交 绝交过 日本就讲 没关系咯 你绝交的话 我就直接 有自己的计划 去占领 在南边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Rancangan Pernanukan Wilayah Di Selatan OK 就是说 sebagai Jalan keluar Daripada SekretaryEkonomic Pihak Persekutu OK 就是说 Wedenaka Jepun Merancang Untuk Menguasai Wilayah Di Selatan Merangkumi AsiaTenggara Yang Kaya Dngan Fahan Mentang Seperti PGDMA GTA BOSIK DAN PETROLEUM 就是说 当日本知道 西方国家 要跟他绝交 日本呢 就直接 想去 攻打东南亚 而东南亚大多数的国家 都是给西方国家 操控着 所以日本呢 就是那种 因为你的pattern 弄到我也不爽力 这样怎么办 怎么办 就直接绝交 把整个脸给撕破 我们的撕破脸 OK So Daripaspect Kentendera 在这个兵队方面 也弄到日本的 德国 帮助 日本 训练 日本兵 知道美国 知道英国 知道西方国家的 那个弱点 是在哪里 OK 让他们去研究 OK 那 So 我们拉低一点 OK 拉低一点 这个 OK 我们直接看这边的故事 这上一次有讲过的 我再讲一次 直接看这个 然后我们再读 那个nota 那 So 这个的故事 你可以看到 这边 1 2 3 4 5 日本 很积极 我重复 日本 很积极 OK 全部来看到 这边 为了证明你们全部人看到我这边所看到的东西 不要只有我一个人自己讲自己爽 全部人写这个字给我 OK 全部人写这个我 highlight的字给我 来 全部人 来 丢问啊 展进啊 展进把我叫丢问一下 OK 展进把我叫丢问 还有几个朋友还没有进来 会醒 OK 加凯来了 加凯 加你弟弟去读书啊 加凯 加你弟弟进班啊 OK 来 so答案是 Miri OK so答案 为了证明你们看到了啊 所以我们来讲一讲日本的这个所谓的流程 非常简单 日本流程这样子的 第一 在1941年开始 我重复 1941年开始的12月8号 他去吉兰达那边 他的一个团队 一个日本的团队 OK 军队军队 然后继续同样的联份 日本去攻打 克哈勃 克哈勃的意思叫做珍珠港 克哈勃的意思叫做珍珠港 然后第三 日本们当然在布拉罐这个地点 然后这个所谓的那个 在1941年的12月16号 八天过后呢 日本就占领 Miri Miri是在萨拉瓦里面的 萨拉瓦最出名三个城市 那个所谓的SMK 西部 Kuching 西部 Miri Kuching 那Miri里面有什么 很简单 日本需要一个东西 Miri里面有非常多的 其实我们来告诉我一下 Miri Miri里面有什么东西 阿大 Payang Kuching Miri Z 先用 思考一下 Miri里面可以找不 Miri里面有很多什么 非常多东西 我的Latisha 给我换星 文星 OK 会卡吗 文星 Jeff OK 有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 Betro Latisha OK Betro OK 文星会卡吗 不会啊 OK So Miri里面有我们的 这个Betro 然后下一个点 这个 alright 所以我们看啊 这个东西 queste 美国是 大项 最好 外地 就在 免独之 这10ander 整个马来西亚给占领 在现在他也有 他不只是针对马来西亚 他还有一些兵队去针对菲律宾的 香港的 还有一些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编店的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要表达的东西就是 日本非常的积极 他占领的话 他不是占领一个地方 然后花一大半的时间来占领这个地方 他是把他的资源给分散 把他的兵队给train好 训练好 分散他的兵队去不同的地点 占领那个占领 这个占领那个占领 这个一直在占领人家 所以这个就是日本的厉害 所厉害的地方 然后再走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的话 在新加坡被打败了过后 日本就去炸了一个点 叫做所谓的Darwin 然后就跟那个所谓的 Tenderabaskutu Tenderabaskutu就包括了英国 法国 美国 这些所谓的Tenderabaskutu 日本就打败了他 而日本也攻打Jawa 就是在那个印度尼西亚那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东西 就是日本的那个积极的程度 还有他的时间点 我们叫Chronology 从开始到结尾 就是他积极去占领 的一个做法 这个是日本厉害的 好了 所以我们讲了这个东西过后 我再拉低一点点 等一下我再点名 我再拉低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日本要过来 我们大概讲一讲先 为什么日本要过来 我们有第一个 叫做日本要来的目的 就是Explorita Sea Super Bahamda 就是马来西亚 Tenderabaskutu出名了 非常多资源 除了有一些黄金 西米之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碳 还有那些油 油是在米粒里面最多 就是Petrolium 油是在那个米粒里面最多 而日本就是要得到这些东西 所以要占领我们的国家 可是哦 他来占领的时候 是不是日本的技巧很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就是哦 他会有这个办法 有这个方法可以让到这个所谓的那个 让到这个所谓的那个 我们的这个马来人呢 他们觉得 那本来的是好事 那本来的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口号不一样 那本来的口号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 叫做所谓的那个 Asia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英国人呢 他们一路以来都是 占领着Tanamalaya 那边的马来人就已经很不开心 那个英国人很久了的 所以当日本人的到来的时候呢 日本人用的口号 他就讲中了他的心 只要有一个广告的口号 讲中了你的心呢 就会去听 就会答应 就会接受 比方说这个的口号呢 是这边的上面的这个poster里面 所写的那个所谓的加维之 他这边的意思是讲着 Yah Allah 这边啊 从上面这边讲啊 就是Yah Allah The Plihara Kami Ole Tendera Jepun Taribata Anyaya 就是说 上天上仓 好好的去保护我们 不要给那个所谓的陷害 这个被谁陷害呢 就是不要给那个 英国陷害 为什么我们不是日本呢 因为你看这个句子 你再讲一次 The Plihara Kami 我们啊 要受到保护 Ole Tendera Jepun Taribata Anyaya 就是说 我们希望 日本啊 来照顾我们 来保护我们 不要受到陷害 OK 可以follow啊 不要受到陷害 所以他的口号是不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 Kerbundingan strategy Kerbundingan strategy Kerbundingan strategy 就日本的 我们的那个地点啊 Kerbundingan strategy 是非常好的 OK 就是我们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地点 是非常的棒 就是我们的这个 Tanamaliyu啦 All right So下一个点呢 就是这个 OK 日本来占领的这个点 讲完了这个 我们就stop 我们就去转转 研究这个Nokta 去管理到这个日本 来占领我们国家的这个过程 OK 它有两个地方吗 马来西亚半岛 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Sava Sava So现在这个moment 我们要讲的东西 是日本 它怎么样的 快速的 去得到我们的马来西亚半岛 首先 它一定要有一个地方 可以落地 Landing 一个地方飞机 一定要有一个地方落地 船一定有一个地方落地 你知道它去哪里落地吗 它竟然跑去哪里 它跑去这个所谓的 那个 泰国 它跟泰国讲 泰国 我们跟你谈一个生意 OK 我们想得到 Tanamaliyu 可是 我们本身呢 不知道要从哪一个地点进 呀 我可以进去 Kerlandan 我可以进去 这个所谓的 那个 Pera 我可以进去 这个Blau Pina 可是问题是 你们看去看 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就是说 当如果 我进来这边的话 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 所谓的 那个日本人 我进来这一个地区 遗保 我先占领遗保 够力咯 等下英国兵上面 杀下来 英国兵从下面 杀上来 我就被包围了 这样我危险 然后我就讲 我要占领 这个官蛋先可以吗 也是危险 为什么 英国人会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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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比较冒险的 像日本呢 考虑了很久过后呢 他就讲 不如 我们不要在中间这边杀进去 我们就直接从北方 慢慢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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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进去 那个所谓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 新加坡那边 从北慢慢杀 逼走那些所谓的英国人 从上面 逼他们走 杀 这个东西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当英国啊 看到日本人来的时候呢 英国就认为 日本的人很小智 亚洲人很小智 应该没有什么能力 可以好好的去打仗的 所以英国兵呢 很轻敌 再加上一个重点就是 在世界第一次大战过后 英国人已经是休息了很久 就认为自己是 很厉害打仗的人 所以是没有什么样的 有心去训练新的兵队 去打外面的敌人 第二样的东西呢 就是日本呢 他很聪明哦 就是他本身是 静悄悄的去占领 而静悄悄 但是很快速 闪电式的占领 又安静 可是闪电式的占领 什么闪电式的占领呢 就是日本呢 他用了一个方式 静悄悄 又不会很惹人注意 然后又用闪电式的占领 就是他骑脚车 日本骑脚车 他们骑很多脚车 从那个所谓的马来西亚的北部 慢慢的一边走一边打 一边走一边打过来 慢慢的杀过来 当然他有一些大炮之类的 但是他们的先锋 他们是先骑脚车过来的 小薇这边OK吗 先follow啊 全部都听到啊 来讲到这边 我们before我们讲这个故事 全班按举手先 OK全班按举手 OK 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要讲的就是 日本怎么样的来占领 OK 可以啊 OK 所以我们现在继续下一个 我们慢慢讲啊 到底日本怎么样静悄悄的过来 我们看一看这个故事 OK 这个我们没有提到的 这个是针对 那你问我这是第几个 第几个 这是Sajara 3.5 OK 3.5 OK 小薇可以吗 这个没有问题啊 Sajara 3.5 OK 日本慢慢的过来 OK 日本慢慢的过来 我们派一个人来读一读这边 OK 我们 这我读五个东西吧 第一 他跟泰国合作 我大概讲那个重点先 我大概讲那个重点 有一个所谓的概念先 他跟那个泰国合作 泰国开门给他 日本跟泰国讲 我不要攻打你 OK 然后泰国讲 好啊 然后日本就问 你可以不可以打开那个门给我 然后泰国就问他 你要我打开门给你 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然后日本就讲 如果我占领了整个Tanamaru 我送你至少三四个地方 包括了Gilandana 包括了登加楼 包括了这个所谓的那个 巴汉 不是巴汉 Gilandana 登加楼 还有那个所谓的police 我送回给你泰国 你觉得OK吗 泰国讲 OK 好 我们agree set hand 签手 就是那个所谓的打手 然后大家合作 一合作过后呢 这个所谓的那个 日本呢 就在泰国的这两个点 有包括什么 就是Singora 包括什么 巴达尼 这两个地区 OK 这两个地区 日本 他就过来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 战斗船 OK 你看到这个是 战斗船 然后 这一些所谓的那个 日本兵 除了有战斗船之外 他们drop by这边 然后就下来 他们兵分两路 学生们 我重复 他们兵分两路 有一部分的兵呢 就ready在这边 他们就重去 走去西边 西边 东 看我星星 南 西 北 所以他们在北部 而下去 所以这个所谓的去西边 OK 有一部分的兵队去西边 OK 1941年 1942月8号 1941年 12月8号 两个地点 然后四天过后 就有人去走去 那个所谓的那个 西边 我们先交换西边 然后慢慢的 又在西边 里面分开两个 帮派 两个所谓的军队 一个去 北达尼 1941年的17号 用了五天时间 从这个地点 来到了这个 北达尼 然后有一些 所谓的军队 就去了 这个1941年的 12月13号 就去了 阿罗斯达 在祭兰 走那边的 然后继续的 往前冲 OK 用了13天的时间 就是这个所谓的 那个 26号 再继续走 就去到 1942年的 1月7号 再走 去到 高伦坡 1942年的 1月11号 还有这个 所谓的 1942年的 这个所谓的 那个 1月 10号 然后再继续走的话 就去到 这个所谓的 1942年的 1月16号 马坡 再慢慢上到 去九号那边的 巴都巴汗 然后就到九号 打入 兵分两路 另外一个帮派 他们是怎么样走 你可以看到这个 他们在 巴达尼那边 就直接下 去到这个 国大巴路 的时间点 是12月8号 慢慢的 杀到去 这个所谓的 关旦 他的时间点 是31号 再走 去到 Mersing 他的时间点 是1月28号 然后就集合 所以他们是 从前 这个北边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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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12月15号 这个是12月8号1941年 这个是1942年的2月15号 我们再算多一次 12月去到1月一个月的时间 1月去到2月两个月的时间 他大概用了7个礼拜到8个礼拜的时间 就已经把整个Dana Merayu给占领 OK 用了8个礼拜了我们讲 用了8个星期的时间 就把整个Dana Merayu 这个所谓的马来西亚半岛给占领 厉不厉害 非常厉害 OK 非常厉害 我们FORM3的时候 那个英国还要怎么样 还要跟人家强迫 签合约 然后看到人家吵架就过去帮忙 OK 是比较慢 那本暴力 鼓励解决 两个礼拜 所以8个礼拜内 搞定完整个Dana Merayu 这夸张的一个速度 非常厉害 OK 然后我们这边其他的 我们等一下我们再看笔记才读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这一个关键的东西叫做 这两个战斗船 OK 这两个战斗船 OK 这两个战斗船 顶着日本的过来 但这两个战斗船 就把这两艘船给炸了 沉下去了 在这个关旦的海域那边 OK 这是日本兵的东西 OK吗 我会卡吗 我会卡吗 如果有一个人离开的 是谁 你问我会卡吗 am I lag 不会啊 不会卡 我看到有人离开了 是吗 OK 有人卡吗 没有问题啊 OK No啊 走 下一个 切尼 OK吗 切尼 OK 所以我们走 下一个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讲这 它针对的是 沙巴 沙拉瓦 OK 不是讲那个东南亚的地方 它针对的地方是 沙巴 沙拉瓦 这日本兵呢 它沙拉的地方呢 第一个 它就现在这个 Miri 作为开始 starting point Miri 作为starting point 我重复 因为Miri 有什么 Bethronium OK 等下我再问 Miri 有什么 你的头脑里面一想到Miri 你嘴巴就要讲 手就要写Bethronium 这个东西 所以当日本呢 它就从 Dalut Chamran出发 然后在Miri里面 stop stop了过后 它的兵队就 分开两边 一边就去沙巴 一边 就沙到去沙拉瓦 下面 所以分两匹 一匹去沙巴 就是这个所谓的 Dendera Japan 它从 Dalut Chamran那边 沙拉上去 这个沙拉上去 就是去了 这个Lapuana 去了这个Buford Jesaldon 还有Sandagan 而另外一匹呢 就在下面 这个Miri Sibu 还有Kuching那边 你看到吗 最出名的三个城市 For沙拉瓦的 叫做SMK S就是Sibu M就是Miri K就是Kuching 所以我们叫做SMK OK 好像你们的中学 SMK什么什么的名字 这样子 OK 好了 这个是3.5 所以了解了 3.5过后呢 我们就大概 其实知道我们的国家 就已经是被占领了 3.6 我们就会针对 当这个日本 占领了我们的国家 过后 它做了什么东西 什么改革 在这三样东西里面 第一个改革 就是PES 一定是PES的 第一个改革 是改在Politik 第二个改革 是改在Economy 然后第三个改革呢 改在这个Social OK Social OK 这三个地方 Politik Economy 还有这个Social OK 好了 So这边的东西 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了 大概可以明白了 所以我们不要讲3.6先 我们重新再讲3.5 这个是我们用那个文章来读 All right 我们大概了解 有什么重点 你们也是抄下去 你读文章好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起读 那个文章 那你 你不明白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写 那个意思下去 All right Can follow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3.5的部分 我们来了解一下3.5的部分 这是3.3 OK 3.4 3.5 OK 3.5的部分 我们大概大概来读一读 OK For这个所谓的那个 第一句 OK 这个字啊 有看到啊 3.5啊 我们先看3.5啊 OK 这个所谓的Tanamaliyu Bemula Ba的 8号December 1941 看来起来 它在Tanamaliyu开始的时间 是在泰国那边开始 就是1941年的这个 12月8号 然后For Saba Saba 它是降落在这个所谓的 16号December 12月16号 1941年 同样的年份 都是同样的月份 只不过一个是8号 一个是16号 这样我嘴巴问你们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简单一点 请问 它是 攻打Saba Saba的时候 它第一个 第一个 去到的那个地点 是叫什么名字 写出来 啊 这个是我第一题的问题 我们的class class里面 一定会问你一些问题的 不要以为只是 读读读读读 告诉我 它去到Saba Saba 里面第一个地点 叫什么名字 OK啊 你看一看3.5 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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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天份 1941年 12月16号 看到吗 所以大家在这边 谁要去 Miri 它先去占领 Miri那个地点 然后 这个 这个你们自己找 8号的话 December 8号 它在泰国 哪个地方 For December 8号 1941年 来 国宏去找 国宏家老师 这个不是 关于 这是关于到 马来西亚的 我没有兴趣 OK 没有啦 看笑 来 说 高兴我会卡吗 今天 不会啊 去找给我 这泰国里面的 那个地点 这个 第二题 这个 换人来读 够例 OK 叫你们 看一看 你们要抓 那个重点 出来 所以我问的问题 就是 日本在泰国里面 开始是第一站来的 所以是 巴达利 跟星国 等下 我再问你多一次 OK 你们要确保 你们写 那个答案给我 第二题 第三题 我姓度 二跟三 Tentera Jepun Tentera Jepun menggunakan Slogan Semangat Asia dan Asia untuk orang Asia menggunakan Slogan ini ber tujuan untuk menanam sahat anti perjahatan OK 就是说 Lepenping 他们所用的 技巧 就是叫做 Semangat Asia Semangat Asia 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我们是 亚洲精神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Slogan 它来起来 叫做 Asia Untu Oran Asia 这个东西 有两个意思 你知道吗 一个语言 两个意思 很厉害的 日本人的 聪明的才智 非常厉害 你要佩服 他们聪明才智 他们的这个 Slogan 里面 Asia Untu Oran Asia 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亚洲人 是给亚洲人的 否 马来人 听到 他就觉得 这个 Tana Malayu 是我们 马来人的 我们是 拥有着 Tana Malayu 亚洲的一个地点 我们也是 亚洲人 所以 Asia Untu Oran Asia 这个是 马来人 以为的 就是这个字 Asia Untu Oran Asia 他就以为 他的这个 所谓的 Tana Malayu 这个地点 Tana Malayu 这个地点 是给 这个所谓的 那个 给 这个所谓的 那个 给谁啊 给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 那个 什么名字 叫做 所谓的 那个 马来人的 但是 日本的 真正的 意思是什么 这个 Tana Malayu 不是给 你们 马来人的 这个在 日本的 角度来讲 这个Tana Malayu 是给 日本人的 这样你看到吗 这个是 Asia Tana Malayu 是Asia 之一 然后 Oran Asia 除了 马来人之外 日本人 也是 是叫做 Oran Asia 可是那个时候的 马来人朋友呢 或者是那个时候的 Tana Malayu 的人呢 却没有想到 这么仔细 却没有想到这么好 他们就以为 这个日本人呢 是救世主 他们就以为 日本来 是过来的 所以马来人的 对抗 反抗 没有这么多 反而华人 在这个所谓的 Tana Malayu 里面 是很讨厌 这个所谓的 那个 日本的 因为 日本来自边 之前 已经占领了 那个 中国 杀的杀 尖的尖 做很多坏事了 所以 在住在 Tana Malayu 里面的 这一些 所谓的 华人呢 就很讨厌 日本 华人 还OK OK 这个东西 明白 走 下一个点 这个 换人 所以 这个是 Bumbla Nagara Ase 就说 他们是 保护着 亚洲人的地方 文心 你明白 做没有答案 从你那边 OK 看看那边 主要的目的 开来起来 这个是 TUJUAN OK 所以考试如果问你 TUJUAN 为什么 日本要来 两个答案罢了 来文心 这两点 A跟B 等下我再解释 等下我再解释一遍 OK 全部人要 哪个本处 等下我也是 问问题的 这个是 开发 这个叫 开发 就是说 我们 本身 OK 就是 那个 所谓的 那个 开发 那个 TANAMALAYU 里面的 资源 OK 这是 目的 第一个 开发 这边 也是一样的 东西 然后第二个 KERPEN TINGAN STRATEGY KERPEN TINGAN 就是说 兵对 OK 兵对 的 这个 所谓的 策略 的 那个 所谓的 重要性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在 FORM 3 里面 开始 也讲了 TANAMALAYU 是一个 很漂亮 很策略性 很好的 一个地方 所以 我要表达的 东西就是 因为 TANAMALAYU 是一个 很好的 地方 所以 日本也是 一样 然后 得到 这个 TANAMALAYU OK OK 这样的 东西 明白 所以 TUJUAN KERPEN TANGAN 等于日本 为什么 日本兵 要过来 这两个原因 OK 这两个原因 所以我们 大概 里面 描述一下 里面的 东西 OK 比如 我继续 我先 关一关 这个 中间 我们再 进 回来 我们再 进 回来 我们再 看